来难一点点的 就是你要加上这个的 不过老师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必须是向量的才行 你用点真的不行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假设你的人是点正途 有没有 很抱歉不行 他不吃点正途 你必须要向量的 所以我这边要准备一个 您看一下在这里 有没有一个爱迪生的 把他打开 稍微看一下 里面只有 稍微准备一下的 那您在这边 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在原件库 有没有发现一下 原件库都是空的 所以 对 如果你现在呢 你想要直接把它 做下去 也得过不行 对不对 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 每一个 我故意不做是因为 我要让老师 稍微自己做一下 那你比较会知道 那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你要把这个 要把它转换成原件 那你投就投 假设我就 先简单一点 其实比较好的是 你真的要分一下 不然的话 真的搞不清楚 那个叫什么东西 我是有大致上 先帮大家先群组好的 那么 这里袖子这边也是一个 这里也有 当然如果你袖子 不要也没关系 其实我的脚有偷懒 脚事实上 这里应该做两个彩色 因为这样你弹过手动 你如果是这样子 就只能裤子摇摆了 只能裤子做摇摆 所以我现在进来了 你看就可以做 重点来了 我们刚刚那个链子 大家是很勤快的 很努力就知道说 我这个应该从这边 一直下来 对不对 可是人这样可以吗 人这样会有问题 因为人的那个头 重心应该要摆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这里连到上面 所以头才是还可以这样晃动 对不对 你如果摆在这边 便能 你没有办法晃动 便能只能这样真理晃动 所以你要以这个为重心 然后再连过来 再连过来这样 所以你看看 我先做一次给各位参考一下 你看从这边 有没有 我现在已经有这个 但是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难的 就是说 但你的中心点要放在哪里 每一个物件的中心点 会影响到你太好做出来 那个效果 所以这个其实 可能就要稍微慢慢去尝试一下 因为不同的 真的有差 这个手臂当然最好也是整两段 因为 这样子的话 你太过偷懒的话 那个效果就会差很多 好那身体连到这边 然后脚再连到这边 这样子到的话 所以我们稍微用这个拉动 看看你看 头 头的部分 如果你要放动 你就可以用 等一下 这样 等到它 对不对 可是这样有点分开啦 这样有点分开 因为我拉太上面了 那么手这边也是一样 拉开 有没有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你看我们这样在动的时候 我不是不希望这边会动怎么办 一片面皮会拉开四分五裂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按住一个快速键 这样有没有只有它动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它动 我说要手臂动 有没有发现这样只有手臂动 按住哪一个快速键 Shift 当你按住Shift的时候我可以只有就是我选到的那个骨骼在动 之后我选到那个骨骼在动 其实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这里有属性 你看我们刚刚有讲过 因为有些关节它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能够转的角度比较少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去限制说旋转的 就是有接合的地方它的那个旋转角度是多少 然后呢 S走Y走有没有 这个就是能够延伸的多少 不过说真的 我们又不是要做专业的那种动画 所以你如果做太多 你会发现好累人 因为工具好用是没有 但是太复杂 可能我们平常在用之后就很难玩出你要的东西 这个是给老师上来参考一下 有这样的工具 因为如果你有启用的话 你看我点到它如果启用的话 它这里会多出那个角度的限制 有没有 这边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里 好您看一下这个骨块 我看到了 你如果这里撿到它 先找一点点 这样是不是有角度的限制 角度的限制看你 告诉它说 我想要限制在几度里面 让它就只能在那个范围上 这样等于说你在拖一的时候就不会说 那这样就看起来怪怪的 这个是给老师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人的部分 真的那个动心不在上面 不能从上面偷一下 你如果有信心 老师那我可以拖一看看 你如果从上面你也发现 这个动起来就怪怪的 动起来就怪怪的 你等一下先把它转换圆键 没有转换圆键不能用 你刚刚链子是已经先转换好了 所以是好像就很轻松用化 但是这个是一定要记得 要转换圆键才行 而且一定要是向量的物件才行 简直的物件不能做